第1047集 人们就都不说什么了 用五万人换寒干一半国土 就算把这五万人全都填进去 那也是值得的 所以说 这次供寒干 实际上 割部就是去捡便宜的 主要出力的还是中情 但白鹤染不这样认为 五万人换寒干一半国土 对于他来说还真不值 虽说打仗少不了流血牺牲 但是他绝不愿意用将士们的生命 去换取更多的土地 这五万人带出去 他就得再带回来 他是他们的国君 对他们有着绝对的责任 割部的夏天很短 中秋还没到 天就已经凉下来了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 割部人就开始储存冬菜 该晾成菜干的晾成菜干 该用盐腌制的就用盐腌制 青菜是过不了冬的 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储存 但是今年与往年又略有不同 因为有了新国君 因为新国君从东秦 请来了许多务农高手 还带来了许多东秦那边的种子 当然 东秦的种子是不耐寒的 但是有一部分种子 被送进了东秦皇宫 听说国君陛下亲自 对种子进行了改良 之后 那些种子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倒不是样子有变化 而是据说那些本不耐寒的种子 变得耐寒了 大概有七八种青菜 可以达到在割部的冬日里 种植成活的条件 还有十几种作物 可以在秋日里种下来 冬天里收获 对于此 割部百姓是抱着怀疑态度的 毕竟这有为常理 听起来也太离奇 他们完全想不明白 国君是如何改良这些种子的 怎么送进宫去几天的功夫 再送出来后 就能够耐寒了 也达到割部这边的种植条件了 表面上看也没什么变化 国君哪来的信心 但怀疑是怀疑 该种还是得种的 至少东秦来的那些人 都特别相信国君 都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们 只要听国君的话就行 国君说的总没有错 甚至还有人说 反正天凉了嘛 土地闲着也是闲着 最多就是打赏几天功夫 付出点辛苦 把这些种子给种上 对你们来说 也没有任何损失嘛 左右是没有损失的事情 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行就行 不行 大不了还跟以前一样嘛 人们一想 确实是这个理啊 于是 把收完最后一茬菜的地 重新翻了翻 开始重新种植 白赫然改良过的种子 并没有大范围的推广 只是在凤香城周边 进行了试种 每一片试种的田地 都有一位东勤的农人把关 不但教给割部人 如何种植新品种 还给他们讲了许多 关于新品种作物的知识 包括其产量 样貌 以及种出来之后 该如何吃 但其实产量 已经不再是原来 在东勤种时的产量了 白赫然说过 经过他改良的种子 产量会直接翻倍 且也不会受到虫子试药 基本上 只要按时浇水施肥 就没有任何问题 对于种子改良 白赫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他做出了一种药粉 只取一小截融到水里 然后用融了药粉的水 将种子浸泡 就能够达成想要的效果 说是适种 但其实不过就是为了 种出来给割部百姓看看而已 否则直接推广 总会有人不信 甚至还因为第一次种 掌握不好种植方法 达不到预期效果 毕竟种子是东勤的 长出来的作物 割部人也很少见过 所以必须有市种田 种一部分出来 再由这些尝到甜头的百姓 去自己宣传 可信度才更高 而那些已经有了 种植经验的百姓 也可以进行下派 去教给更多的人 如何种植 如何食用 以及据一反三 跟割部的菜式融汇到一起 初秋的割部 树叶早已经落光了 甚至清晨时 已经开始结冰 早晨比东勤来得 至少要早上近两个月 百姓已经把东衣 都翻照出来 准备天气再有变化时 随时能穿 凤香城的街道上 有一名女子 带着个小仆慢慢走着 偶尔在铺子前站一站 但也只是站着看 却并不打算买什么 一直走到西街尽头 终于停住了脚 再不往前去了 皇宫在西 西街尽头 就是往皇宫去的路 平时倒也不疯 只是能走到那条路上去的 基本都是朝中官员 要么就是出宫 采办的工人 女子在街口 站了足有小半个时辰 最后还是叹了气 转头跟身后小仆说 阿山 我们回吧 这是最后一次到这里来 以后我们就不用再来了 她是顾千千 从多花来凤香城 阴行得慢 到时已经天下大定 天人远走 她在这凤香城里住下三个多月了 几乎每天都会到西街街尾站上一会儿 可是每天都失望而回 阿山知道 她是在等那位国君出来 可惜国君从来没有从这条路出来过 听说凤香的孟家 是国君陛下的至亲 不如我们到孟家去问问看 能不能见国君一面 古千千摇头 不用了 今非昔比 那已经不是我们想见 就能见着的人了 说完又自顾地笑笑 其实从前也不是想见就能见着的 东秦的天赐公主 身份何等尊贵 之所以能把人请到 还是打着恩人的旗号 可如今 我又能打着谁的旗号呢 她满面苦涩 阿山 你说我们该去哪儿 这凤香城住了几个月了 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我本想问问那位国君 恩人去了哪里 可如今看来 就连这点念头都是奢望 阿山想了想 说 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鲜鱼城去 满云房还在 那是公子的产业 咱们得替他守着 万一以后公子突然又想起来 自己还有一间花楼呢 谷浅浅琢磨了一会儿 觉得阿山说得很对 可是 她又犹豫了 公子不喜欢花楼 她曾经同我说过 女子不管预兹多大的困难 都不该贱卖自己 以意识人 不会被人看清 但是以身谋财 却是自己作见自己了 她一边说一边叹气 可是一身谋财者 又有几个人 从最初起就是自愿的呢 要不是被逼无奈 谁又愿意走上这条路 她转了身 叫上阿山 走吧 我们回仙宇 这凤香城不是我们的地方 就不该来 白赫然今日没去凤娇大营 就坐在秋风店里 喝着三夫人花式 亲手熬的浓汤 花式是洪家厨艺 最好的一位儿媳 所以手里负责的生意 多数都是酒楼饭馆 有许多菜式 是她自己创出来的 有许多酒 也是她亲手酿造的 利润十分客观 也正因如此 这次来歌部 照顾白赫然的任务 就落到了她头上 打从她来了歌部 就一天没断过 给白赫然做吃的 即使白赫然要取军营 她也会在宫里 把饭菜都准备好 走时让跟随的工人 给带上 如果遇到白赫然 住在军营没回 她就让工人去送饭 反正一日三餐 一餐都不能少 隔三差五 还要瞅瞅白赫然 有没有胖生一点 但是白赫然 真就不怎么胖 怎么吃都不会胖 这让花式很是挫败 歌部皇宫 经过几个月的改造 也很是有些新气象了 后宫基本就算没了 混出来的地方 被白赫然分给了太医院 自己也留了几座公园出来 作为她的私人药房 孟家的生意 在红家三老爷 红振和的帮助下 也是有模有样 孟父开始忙碌起来 孟母的精神状态 也好了许多 孟淑和的死 依然是她心头的结 但因为大仇得报 她也不再寻死迷惑 只一心扑在 孟淑玉身上 仔细照顾 孟淑玉的饮食起居 以备即将到来的电视 花室跟白赫然说 我昨儿去了孟府一趟 孟夫人在财东医 有给淑玉的 还有给你的 我见她针脚精细 绣工也是上品 做出来的衣裳一定好看 说起来 胳膊的刺绣 虽然不比冬琴的花样多 但这边也有 自己独特的绣法 这种绣法 对于冬琴来说很新鲜 倒也是一条财路 白赫然听了就感叹 三舅母不愧是 洪家儿媳 真是处处都能寻到商机 花室骄傲地说 那是 别说洪家了 我们花家也一样 花家有训 有钱不赚王八蛋 所以我们花家的孩子 从小就知道 见着商机就得抢 绝不能错过 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回头 要跟你三舅舅说一下 把戈部的绣品 引到冬琴去 再把冬琴的绣品 换到戈部来 同理 戈部的菜羊 和那种姜花酒 也可以拿到冬琴去卖 专做冬琴菜的菜馆 也要开到戈部来 白赫然点点头 嗯 有理 墨宇从外头进来 面带喜色 小姐 东宫先生到了 白赫然大喜 东宫园终于来了 东宫园的到来 意味着凤香城的金声歌 可以正式开张 戈部的医疗水平 也随之提升了 不止一个档次 何况东宫园 还带来了送食 他手下得用的人 越来越多 还有一人的到来 是个意外 便是冷若男 白赫然实在没想到 冷若男会跟着 东宫园一起到戈部来 他瞧着冷若男 如今更没个姑娘的样子 干脆就穿了一身男装 整日跟在 东宫园身后 给他打下手 张口闭口 管东宫园叫师父 他很想跟冷若男 说说话 可惜冷若男很忙 每次打招免 都是急匆匆而过 最多只是寒暄几句 再多的话 就没功夫说了 他便也没有强求 最近手头事情 实在是多 再有三天 就是电视了 电视是由国君 出考题 往年的考题 他也翻阅了 基本都是做文章 中规中矩 没有任何看点 由此可见 淳于傲也没有 多少心思 放在这上面 江山能坐稳就行 至于再发展发展什么的 他就没那个精力了 也没有那个本事了 想想也是 一个连亲生儿子 都生不出来的国君 哪里还有心思管这些 反正管到最后 这个江山也传承不下去 还是为别人做了嫁衣 但是今年起 他就是国君了 电视就不能再像 从前那样糊弄 他必须得有一番打算 才能够为歌部 选出真正的可用之才 于是今年的电视 就有了极大的变化 不但要理论天下 还要进行思维测试 天文地理也在其中 甚至体能都会算进 电视科目当中 许多学子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考试就考试 为什么还要跑步 还要测什么体能 这新来的国君 是不是不会考试 各位听友 我是主播明灵 这次我的角色 是白家老太太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老身在此谢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